哈啰哈啰 sweeties and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很开心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喜悦 就是 我卖进来我的新家了 虽然还是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到 然后因为还没有真的每天在这边住 所以发现很多东西都缺少 很像少了到 少买hanger 但是就是想说 诶 今天我来这边就是整理一下新家 然后想要跟大家讲就是 我买了一些这些东西 然后我觉得如果你们在搬新家的人呢 可能也会用到 至于呢 有很多人问我就是 像我之前分享的坐姿啊 然后还有一些 淘宝够的东西 然后你们想要 听我分享 那一个的话呢 就会在这几个月发给你们 因为呢 有太多人问了 然后过后呢 我不想要分开发 我想要先等 齐完东西 然后等我用了一段时间过后再跟你们大家分享 因为毕竟有一些像沙发类的东西 你是真的是要坐跟住下来才可以 知道一下那个 用后感 然后还有买了很多 饭包 还有一些 厨房用具 也要跟大家分享 所以接下来的 这一个系列呢 将会是 channel home hashtag 然后今天呢 我要跟大家分享 近期买的这几个 非常有用的东西 so the first one 然后你们有看我上一集就是IKEA 买了什么的东西 你们会发现到就是我买错了一个 装那种 筷子 擦汤匙的那一个 compartment 然后呢 就有一个 sweeties 在我的DM就 发link给我看就是 lazada那边有一个 这一个 就是可以自己组合不同大小的形状 然后让自己放一个组合 然后它非常便宜 好像是十多块 然后终于等了那么久 我不懂这么shopee 跟lazada的东西要等那么久 终于等了两个星期吧 然后它昨天到了 so今天我就想说 哎 我工作中间有空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就来整理一下 其他想要整理的东西 顺便跟大家更新一下最近的状况 然后大家不要担心我 我有好好的休息 所以我现在就要开一下 这一个东西 我觉得是蛮好用的啦 因为有follower跟我讲 他的家用这个 然后它是这样子的 就是有不同大小的组合嘛 然后过后呢 旁边有一个 一点点这个勾勾 然后你可以把它 装上去 然后可能你中间这边 想要放一些塑胶袋 你就可以自己组装 然后它有三个 这个size的 然后三个这个size 还有两个这个size so for那种customized kitchen 你的cabinet的大小 你用不到IKEA的那种 盒子的compartment的话呢 你就可以买这些compartment 然后来自己组装 所以我现在就是要用看 好不好用 然后呢 我刚刚就是有拿来 闻闻看 发现呢 这个它的质量蛮不错 十几块钱 没有臭味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的话 可以去lazada找这个 simple homeware 然后它就有买这个 好像十九块九 然后我现在就是要来组装 然后就这样 你看美不美 然后这个是很可爱 就是放筷子 放筷子的chopstick rest 好可爱 你看这个毛 这是即将上的新货 然后 放一些筷子叉 这个是归类不到的 像好看的话 我就会放在这边 就没有那么的乱 所以这个十几块钱 我觉得是非常满意 除了有一个不好 就是这个刀的话 有点太残 它就放不下 所以只可以打斜放 其余的都蛮不错 然后呢 第二个东西是 我去Lation Mall的时候 然后就有看到这个 小米的cattle 其实呢我是要买一个 普通小米的cattle 但是我看到这个呢 它非常多功能 然后为什么呢 我会喜欢小米的东西 其实因为第一它就白色 然后第二它是很minimalist 我的厨房跟我的家呢 就是通常选的东西都是白色多 比较干净 就我想要全部东西都一样是浅色系 所以那时候买了这个呢 就觉得可能我就会把它拿来弄热烧水 然后拿来喝早上泡chocolate啊 还是一些营养的东西的时候 但是过后我发现呢 其实它这个超好用 它就是有这边就有一个按钮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边调节不同的mood 它其实是多功能的cattle 它可以煮热水 它可以包糖水 然后它可以弄热你的鸡精啊 然后它可以弄粥 所以对我来讲呢 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它的价钱 它是499 对我在Lation Mode那个小米的装卖店 然后它的这个中间呢 你就可以放 你就可以放它富有的这个东西 然后过后呢 它就可以放茶叶在里面就是包花茶 就一物二用了 然后它有一个东西是我很喜欢 就是如果它弄烧水的过后呢 它这边有一个mood是它auto 跟你保温 然后它会计算 播烧水的时间是怎么样 然后过了那个时间呢 它会自动帮你保温 然后停下来 我这是觉得小米的东西很不错 而且最重要就是它的颜值高 就算我的厨房全部白色 加上它的东西也不会开软 然后还有它的CC TV也不错 它的APP都很好 所以我大推如果你们 想要买一个多功能的cattle 然后又要可以弄茶 弄热水啊 煲糖水 然后喝一些养颜美容的东西的话 我觉得这个小米的cattle 我非常推荐 重点是它真的真的真的很美 我没有看过那么美的东西 然后那天巴西家呢 其实我朋友有送我另外一个 这一个 这个也是很美 颜值超高 然后像我两个 我可以同时接一个 包热水 一个就可以 拨汤咯 这样 就幻想 所以这个是第二样 我觉得非常好用的东西 然后你们也可以去买 如果你们喜欢 然后呢第三样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非常喜欢 精油 Essential Oil 然后自从前几次就是有说到 我很难入睡 然后我就开始了我的 精油 就是Essential Oil 因为我朋友是 卖那个Yang Lily 所以我就有跟他买的这个 非常美 因为我之前是那个 猫头鹰 比较小只的那个 可是那个就只适合放房间 然后它有灯 然后很美 然后又有海参 雨参 这个的话呢 比较适合比较大的空间 因为我的那个主人房 有一点点 空间比较大 然后过我就想说 诶 不如我买一个新的水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非常漂亮 然后重点是它 没有很大的branding 就放在那边也可以当 那个灯 床边灯 然后它就 放那个水 然后再盖一下 开了按钮的话 可以耐差不多 5个小时 对 如果没有记错 然后就开关 然后还有灯的大小 就非常漂亮 如果你们很喜欢精油的话 你可以try这个 然后我的朋友就 入火星家 他送了我这个 purification的精油 然后其实 有很多不同brand的精油 但是我就觉得 你们就选 你们喜欢的brand就好了 最重要就是 你跟那个买家 买的时候 他可以跟你解释一下 你怎么用那个精油 新的地方的话呢 来到这边就很推荐 你们用这个 purification 就是净化你的空气 感中 那种肮脏的东西 对 然后这个就是第三个 我买到 我觉得非常美 颜值高又好用的东西 看是不是很美 然后还可以转换灯的颜色 我觉得最美就是 那个 暗一点的白色 就非常漂亮 就放在这边 清一下那个孔气 因为还是有一点点的灰尘 还有一些油气的味道 然后呢 那时候想要搬进来的时候 就想说要一个 漂亮的花 然后我就跟little club 订了这个 非常漂亮 就可以放在dying table 然后就非常美 就很有 很温馨的感觉 而且 他们每次啊 没有让我失望 就是 我都没有跟他们讲 到底我想要什么的 颜色系 我就跟他们说 呃 你都知道我一直以来的风格 就是和我的家的颜色 他们就给我设计了 这一系列的 就是有淡淡的香槟 还有粉红白色的干花树 非常喜欢他们的干花 这个就是 啦 是不是很漂亮呢 然后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们家就多了一些绿色的小baby 小植物 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买这一些的小经验 他们都说要买植物呢 就要去寻在部落买 然后呢 我们就去买嘛 然后去到第一间的时候 很搞笑 就是我想买Monstella 就是那个硅 什么叶 我不知道我还以为你叫什么 然后他就算我第一盆 那个盆栽 他算我280块 然后就5片那个Monstella的叶子 我想要换花瓶 还有新的泥土 然后他算我家买人工 花瓶和新的泥土 他算我总共350 然后其实我是觉得很夸张 没有可能买一棵树要300多块 砍人家价钱 也不是砍了这样子 然后我就讲说 没关系 就不要 然后我们就去Sugai Puzo 马路旁边的第二间 我不是很清楚 那个location 我也不懂它的名 因为是Smelly的爸爸妈妈 带我去他们比较熟那边 那边一个女孩子去的话 有点危险 然后我们就去第二家 就在他的后面那一边吧 然后呢 我就买了两坨Monstella 一个是那个刚刚我开场的时候 就是那个长长的叶子 然后还有一棵小小的红色的花束 才270块 四个哦 然后我身后的呢 这个就是真的Monstella 然后我给你们看 这个呢 就20块 20块 不过没有加买新的泥土 还有这个盆 因为我很喜欢白色 想要全部东西follow team 然后这个呢 盆栽的那个花瓶就 38 可是它扣给我30 所以我买两个 欸它扣给我33 所以我买两个 然后再加买泥土 12块 然后不用人工 所以这个就是 Monstella 你看它是很美 它在那边的时候 我真的是 委屈了它 然后我就 有很多嘛 我就看中了这两颗 然后这一颗呢 就是有一点点缺氧 不过我相信 我可以把它们养成 快乐的小婴儿 然后这个是椰食 就让它没有那么的潮湿 所以这两个 是Monstella 然后呢 这个其实是假的 不过我则是觉得 假的东西 看起来真的很假 你看 所以我就买了 真的 这个就是真的啦 不过我剪了几片叶子 因为那几个都 哭了 它们在那边的情况 不是很好 就是可能没有足够的阳光 还是什么 所以我会每个星期 带它晒太阳 还是什么 所以这个就是 真的那一颗 这个呢比较贵 这个70 然后我不懂它的 英文名叫什么 然后 这个花盆很高 很大 所以它也是比较贵 没有记错的话 是 不容60 好像是 然后同来一包泥土 所以我的新家 就多了三个 可爱的小成员 它们要快高长大 我会跟它们说话 然后呢 这些经验告诉我呢 买东西 有时候 因为其实我很不喜欢 去浪费时间 每一家 走去看 然后又不买 我喜欢快速快决定 所以有时候我则是 因为懒 就花了很多冤枉 所以 这次呢 真是好彩 我去了它后面那一家 所以 我才可以买到那么便宜的 Monstera 因为第一家 那个实在是砍 我们就要先砍到一坨 它卖 280块 4片叶子 我真的是要鱼 所以如果你们有 要去Sungai Bulong 买这种花花草草 叶子啊 这种很 印封的这种 整的植物 绿色植物宝宝的话 记得就是 你们不要拿电话 收他们看照片 如果你们拿电话 收他们看照片 他们会知道你是要来买的 所以他们会砍你家 所以你要进去 你就不用跟他讲 你要什么 就讲你来看看 所以你就走一圈 然后你再问他价钱 就比较危险的是 那种没有写价钱 我去第二间呢 那个是 有些有写价钱 有些没有写价钱 如果你拿超过 两个三个 你都可以跟他捡价 然后泥土啊 然后换那个花瓶 因为原本呢 是很丑的 那个花瓶是那种 丑丑的 plastic 这样子 然后我就 很懒惰自己回来再换 我就想 诶 干脆这边买 所以我全部都是买白色的 然后就是这样 我的家终于有绿色植物了 可是我觉得我还会去多一次 因为我的暴肯定呢 过后会去家 买多一个 然后过我想要放一些 Cactus啊 小小个的植物 暂时呢 室内的植物呢 我是偏喜欢 Monstera 还有一个 我忘记叫做 名 它应该有一个名了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 你们跟我讲 因为我想要知道 我的绿色植物的名 然后还有很多人一直问我的 然后还有很多人一直问我的 这个Biz Friend 这个是我的好朋友Kitty 她出的2020款 FORCE & VINTO的 小玩偶很可爱 然后那天我朋友全部来我家 所以他们很喜欢这支 非常非常喜欢这支 蜜蜂 是不是很可爱 所以今天我的分享 就到此吧 谢谢你们观看 然后不好意思 但是因为是突然间 嗡来了 想要拍这一集 所以没有带到相机 暂时就用手机拍 然后辞点呢 就把那种器材搬来我的家 这样子的话 就可以看到 比较高画质的video 嗯 就这样 接下来呢 应该会找时间 再搬别的东西进来 祝大家平平安安 快快乐乐 记得照顾自己 出去记得洗手 和戴口罩哦 这一集就这样子啦 对了对了 记得按赞 订阅我的频道 还有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一集再见